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沙冷气九中聚》的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和《摩显片》之后 是《沙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说一下河伯和河太的事 我就看到有另一个看法 这个绝对不是社会上的主流看法 最主流的看法就是 河太是仆甲人家产 这是最多人的看法 我自己也没有说过河太是仆甲人家产 我的看法就是 河伯和河太这件事 光棍遇着没有皮柴 所以河伯在某程度上就哄了河太下笋 下笋之后河太没错有些东西很大咬的 譬如去买龙逢额那些东西 还有就是靓标那些 其实那些我就觉得可能是大咬了一些了 大咬了一些之后 河伯的女儿就拿走那些钱 我的看法就是光棍遇着没有皮柴 其实现在搞这么多东西出来 其实他们两个人 都是严格来说都是受害者 但是你们两个人严格来说又不是受害者 其实两个其实到最后 实情是天生一对的 光棍遇着没有皮柴 但是这些其实是天生一对的 有些人就从另一个很正面的角度去看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说 另外一件很正面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看的 那些钱是个老人家的 假设那四百五十万是个老人家的 那你就会觉得有问题的就不是河太 对不对 河太其实拿了别人的钱 现在当然很多人都说河太是骗人的 事实上河太是骗不到可白的钱的 现在只能够...我是根据事实去说的 我都骗不到 怎么会骗到呢?是骗不到的 那些钱给他的女儿拿回去了嘛 其实那四百五十万就一块钱也没有损失给河太的 那河太有没有一脚身的可白出街? 现在你看到又没有 你可以说他是骗虎难下的 所以才没有踢他出街的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两个是天生一对的 那天生一对就对了 大家开心就好了 我也想他们两个幸福快乐 说真的,河太和河太 那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就是 那些钱是河太的 他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啦 那些钱是吧? 就是... 就是现在呢 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 那个女儿就拿了老爸整副身家 换了锁,赶了老爸出门口 这个情况呢 我的假设可能是不对的 我的假设就是 他们两个妇女搞个大龙凤 对吧? 当然我认为我说的是贴近事实的 但是为什么我也要说另外一个角度呢? 另外一个角度也有可能... 因为我看到有人说了 我就觉得这个角度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就是那个... 可伯和她的女儿 不是夹脚搞大龙凤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 那女儿就很糟糕了 拿了钱,是吧? 接着还赶老爸出门口,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很糟糕了 现在当然有些人对市面上 很多人帮那些子女说好说话 当然会觉得不高兴 为什么会觉得不高兴? 因为有些人生同感受的 其实我也要说 当然看到有些子女不好 当然会觉得 不是啊,那些子女有问题 但是这个看法我认为有一个漏洞 这个看法有一个漏洞 为什么有一个漏洞呢? 其实... 你看看何伯他之后的事情 之后他做的事情,譬如 和何太,他在直播那里就... 好像公开了子女的身份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一件事就是 他公开的信息也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他公开的信息全部都是真的? 我都没有办法抹杀这个可能性 如果... 他公开了的信息是真的? 可伯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有另外一个看法的 那些人就是觉得... 不是啊,那些子女是先坏的啊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样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呢? 如果可伯他在和何太直播去公开那些信息 就是那些子女的信息是真的话呢? 其实呢,那些子女呢... 很容易被人起了底出来的啊 但是现在呢,你留意一下市面上 有没有人真的找到那些子女出来? 是没有的啊 你留意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了 不过现在也只是讲一下其他的方向而已 用其他方向去看 KKC图就说赶老爸出门口的是儿子 不是小女 不要紧要,这个我再详细分析一下 你赶老爸出门口 那...其实... 这个我认为都是大龙凤的一部分 当然有些人就说不是啦 为什么我说是大龙凤的一部分 你想想就知道了 现在其实... 可白呢 就是做了一件事的 基本上他是白嫖的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说 他们两个是... 两夫妻来的 但是呢 实际上可白是什么损失都没有的 现在的现实是 可白是没有损失的 那... 为什么我经常说他们两个 都是汪郡御像母皮柴的了 子女和可白夹着做着大龙凤呢? 因为真是似的 当然有人假设不是啦 他们不是做大龙凤的 那些子女真是坏的 但是如果那些子女真是坏的呢 其实被人起了底的了 现实就是 那么... 那么... Climat Yang就是说... 个个人都说可白蠢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说可白蠢的 那么... Climat Yang就是说 其实可白才是最省的那个 一早就把四百五十万交给子女儿 和自己子女搞一场大龙凤和河马 这是我说的观点 其实我一开始就这样说了 那么... 现在还要和河马回乡一下 喝痴食 有人照顾一个崩也没有少 河马为了要继续演戏 和可白扮恩爱 只能硬着头皮地演下去 他也可能知道自己四百五十万无望 但是又搞不掉这个痴饮痴食的老坑 所以他每次河马直播都黑了口面 相反 河白在他旁边的小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以呢 为什么我要用第二个角度去说呢? 其实第二个角度 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第二个角度的可能性是低的 我一定要重申 我认为我说的东西一直都是最贴近事实的 就是 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什么损失的 就是河伯和河太太是没有损失的 本来就是河伯有可能损失四百五十万 但是现在就不需要有这个损失的了 但是当然 市面上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老爸的钱的子女侯住也不是什么好人 基本上就是跟另外一边说 说河太太坏的人是敌对的 就是 这个对立的观点 就是认为这些子女是坏的 其实那些子女是不是真的坏呢? 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 我认为是 那 那些子女说 叫河伯早点去死 其实我认为这部份是大龙凤的一部份而已 有些人就认为 不是啊 那些子女真的坏得坏了 叫他老爸早点去死 为什么我说他是大龙凤的一部份呢? 其实Clymer Young刚才说了 其实现在看到河太太的身体动作 其实他是有点嫌弃河伯的 有些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就是我说过的现实 有些东西他是很嫌弃河伯的 因为他以为有四百五十万 谁知没有了 但是他硬要就着他 所以河太太有些身体动作 以及有些说话的方法 已经看到他不是很喜欢河伯的了 其实有些东西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也要说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认为 那几个子女比河太太更贪心 这个情况就是 这就视乎你怎么看这件事 如果像一开始那样 我假设他是大龙凤的 那些子女我就不会骂他们 那些子女其实都是配合他父亲做事而已 假设他不是大龙凤的 真的整件事搞出来 就是子女就把钱都拔走 这个我也说了 其实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为他要户口本身的设定 是要女儿可以把钱都拿出来 就是一早开户口的时候 已经要设定了 银行才会帮他这样拿 其实是银行才会帮他这样搞的 Sky Sky就说 真爱不像河马 为什么我也要说说另一个角度 其实我最主要想分析就是可能性 还有子女是不是真的坏了 现在有些人当然是针对子女去说 子女真是坏了 就是河太被人歧视就是因为他是内地人而已 那我就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 你也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观点 为什么呢? 其实这件事搞到这么大 不是单纯因为河太 他是内地人 那我就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其实呢 如果你有看到整件事 一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知道 那个河太是很大咬的 其实是 那个河太呢 他也有一些肢体的动作 如果你很细心地看他的视频 因为有些网友是截图了 你看看他的肢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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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河太 当然是想有人帮他 帮他暖暖脾的 那么 这个河太呢 又是肯去暖暖脾的 因为看到他有几百万存款 又肯去暖暖脾的 我说过现实 你退一晚没说 河太他这种做法 你猜其实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有些东西也不用问他 是不是真爱 为什么我到最后 我都说他说他真爱多那一遇 一个好像河太那样的 四十多岁女人 他沾在一个七十多岁的伯伯那里 你到底不是贪贪的伯伯那些钱 难道贪贪他英俊吗? 难道贪贪他一晚五次夜聊吗? 你想想有些事情 其实都是为了钱 一个女人为了钱嫁给另一个男人 有没有问题? 我就告诉你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女人都是为了钱嫁给男人的 我说过现实而已 很多女人是为了钱而已 不是开玩笑 特意要嫁过有钱人 嫁过有钱人 嫁过有钱人本质这种有问题 我一定要说我没有问题的 嫁过有钱人是 你嫁不到有钱人 就是妒忌人的 有时候这些女人是 因为我说过现实 这个世界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了 他就留了言 他就说河马现在好像 小姐遇上过比最低消费 但是摸均匀 握均匀 全身狂抽水的穷飘 或者这个 咱们就算是一样的 涵湿白虎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某种程度上是 因为他拿不到那四百五十万 他有个标 有个... 有个龙服额才算 还有其他手袋礼拔的那些 其实... 其实呢... 现在这样的情况 河太太觉得蝕得很厉害的 所以你看他的直播 近期的直播 你就看到 他是很蔑视这个河伯的 其实就是 你看到的了 Sky Sky就说河伯根本是一个百分百的贪战怪 但是... 我给你一个现实的Sky Sky 这个世界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说全部女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有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 女人看到别人有钱嫁给他 这件事是世情的常态 我只能够这样说给你听 你现在看看梅酷他又结婚了 又找了一条新女儿 你以为贪他炒皮吗? 贪梅酷炒皮? 当然不是啦 当然是贪他有钱嘛 世界世情是正常的 这些情绪是这样的 喏 这个Paxi Wang就是一元三美 现在... 其实最惨的就是... 我的看法 有些人对这件事解读的角度 就是真的觉得他是内地人 所以香港人歧视他 所以才搞到这样的 这件事是... 我不排除有部分的人... 就是说河太这件事 就是歧视... 对不起... 就是说河太这件事 歧视他是内地下来的 但是我说个现实 有更多的人就像SkySkySky那样的 其实觉得女人贪钱是不对的 就是女人贪钱 嫁给一个有钱人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世界... 这个是常态来的 我也要说 你要学会接受才行 其实这个世界呢 有不少的女人都是会嫁给钱的 就是我说个现实 就是你贪钱嫁给一个有钱人 这些东西 根本很多的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 强力谴责河太 你说很难强力谴责河太的 为什么呢? 他那里是四百五十万而已 真的不是说超级多钱的 其实就是 我说个现实而已 那Crime央他就说 他说真爱 每次访问河马 两三句不离钱 还说自己不在乎钱 只是想为河白讨回公道 德淡笑 那其实 河白那部分 你说 讨回公道 其实哪里有什么讨回公道呢? 河白也几十岁人 也七十多岁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河府就说有家有高潮 也不会不记得的 其实香港有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有一部分人不喜欢河太 我也说了 不是因为他是内地人 而是香港有一部分的男人 就很憎恨女人贪钱的 我分析过社会的现实而已 所以不是单纯就是因为 河太就是内地人 所以现在搞成这样 好了 那我们回回来说 为什么我认为那些子女不是这么坏 如果河白 他早就知道那些子女很坏的话 这个不是大龙鳳 假设他不是大龙鳳 那些子女真的是坏 我告诉你这个可能性很低 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河白跟女儿开个联名户口 他不会这样设计到 女儿可以拿走那些钱的 我说过现实 就是 那女儿跟河白去开户口的时候 其实呢 已经跟银行说好了 那些钱是怎么可以拿走 什么情况下可以拿走 哪些钱是不能拿走 什么人不拿走那些钱 这些是要事先在户口里写明的 我一定要说 如果你觉得那些子女是很坏的 不是大龙鳳的 那我就建议你再留意一下 他在银行那里 可以拿走那些钱的部分 如果河白是不相信那些子女 不会这样安排的 他要两个人同意 才是因为是联名户口 你去到的时候 要两个人同意 那些钱呢 哪个可以拿走 哪个不可以拿走 这些要一早安排定的 银行是跟他们的客户指示去做事的 现实就是这样 正棍分裂员就说 根本那些老人都出卖了两边 我又认为不是 如果你说那些老人都出卖了两边 我就认为不是 其实那些老人 当然是要找一个女人 帮她乱床单 照顾一下她 她是想这样的 不过呢 其实她做了一件事 叫做缩骨算爆老L肚 就是我的看法 因为我的估计是这样的 跟子女夹定的 现在呢 其实为什么要搞到大龙鳳这么夸张呢 就是 她要掩饰这一场是大龙鳳的 我的看法是 是这样的 喏 有很多女人为家庭牙 看到河马那样 所以很恨 这个也是 有些女人很恨 河太太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 很多人都想嫁个有钱人 但是实际上 都是 现实就是和我老公一起熬的 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 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 熬得五老七伤的 很多女人都是 我也说过现实而已 你不要说错 Sky Sky就是说 那 就是 这个 社会 好像完全蔑视为家庭付出的女人 那样 是的 和河马 她做出来的 说出来的 也很蔑视 为家庭付出的女人 所以为什么这件事 会这么多人关注 和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就是这样 你当然可以说那些子女是坏的 但是其实 就是这么说 如果在社会里打滚了一段时间的人 他知道那些钱怎么拿走的话 很少人会怪责那些子女的 就是我说过的现实 有些事情是一早 预早安排了 其实是可白 我认为 那 Sam Trey就说 第一次带女儿去吃老麦两菜饭 就是真爱 不知道是天真还是按S7-9 其实 他肯吃便宜的也不是代表 那个女人是真爱的 就是我又不觉得是这样的 有很多事情 如果 如果何太 他好好照顾可白 到他百年归老 那大家都会认为他是真爱的 现在 就是我的看法 还有 在公屋那里加上他的名字 就是加上可白的名字 等可白有个地方可以住 可以住在公屋里 那就可以 证明他是真爱 是不是 有些事情很容易证明到 是不是 那 Ms Lee 他就说 那些钱根本是 亡妻何太太留下的 吩咐做定期 利息 就比何百日用 免子女 就增加负担 要养父亲 那 这款官说 可白有没有这么高坛数 他未必有这么高坛数 可能好像Ms Lee 这样说 就是 他的亡妻安排 可能 但是如果是他的亡妻安排 你也不能说那些子女很坏 其实 整件事 就是 你说 那些子女 他 对他父亲不好 对可白不好 这样 可能真的 但是 这个情况 就是 有不同的原因 你要看这个世界的事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 可白和子女本身的关系是OK的 但是 当可白搭上了 辛何太后 那些关系就变得很差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 可白说 拿了钱去帮子女 我认为他说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假的 就是 为什么他说这些东西 他说得出来也未必是真 或者是可苏星 我会说他全部都是假的呢 因为可白这种人 他用钱去刮沙也没有 那些人 就是我说的现实 他用钱去刮沙也没有 是否因为帮了子女 我认为不是 就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 现实就是 这个可白 年轻的时候 他自己也认了 有些事情也是做得不好 他自己也认了 其实 估计那些钱就是他老婆 他前妻帮他償回来的 就是有钱也是 那 那他前妻 就是 把那些资产给了子女 去控制 其实也是对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是不是 那 周蕭就说 追女儿一定带她去好的地方吃东西 留个好印象 其实是的 那 Patrick Wong 他就说 为家庭付出的女士 是很值得尊敬的 我也是这样看的 那 那 帕王就说 农历年可白还和那些子女去旅行 应该关系不差 其实呢 如果是关系不差的话 我觉得是大龙凤的可能性 就是最高的 但是有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那些子女呢 似乎看到新何太太不多陀 就断可白的财政 这个也有可能 但是 你说断可白财政那部份 究竟是谁对的 那 也是再说一句 清关难深家庭事 很难知道是谁是对的 否对的 但是 我就说实际的情况给大家听 到最後回到實際 所有事情都要回到實際的 這個世界 實際上 何伯 他那450萬就沒有損失給何太 這是事實來的 何太 和 可伯就結婚了 還要一晚五次 即是他們是合法的夫妻 如果他們是合法夫妻 無論貧困、疾病 何太還是要照顧可伯 現實 是不是可伯被騙了 沒有 可伯沒有被騙了 只是龍鳳鴨錶和手袋 這些是很少錢 是不是 這條大數 四百五十萬 沒有進到何太那裡 是沒有的 大家要記住 沒有給到何太 好了 沒有給到何太 那究竟是不是 現在何太只是追了那四百五十萬 你看到事實就是 其實他不斷為那四百五十萬說話 我要拿回那四百五十萬 我不是為了那些錢 我是為了何百的公道 但實際上 現在這個交易算是很公道的 為什麼我說很公道呢? 因為有很多事情可以計算錢 何百呢 其實人就差不多了 你看得到他 一晚五次可以身體健康 其實他老實說 但是我認為他也是很近的 他很近的 他給了幾十萬 何太去照顧他 那你當 每個月給看戶 兩萬元 這樣 你計算一條數 都算是給了十幾個月錢 其實何太 現在出來 阿知阿捉 是不公道的 到十幾個月之後 然後就看看究竟是怎樣 現實情況就是 對不對 這個河虎就說 河伯騙了一馬五次 但是河馬想要四百五十萬 你猜那裡是雙鑽石嗎 老實說 那阿伯可以搞多少次 全部有限數 你算得到 這些是有限數的 劉士梅 就是河太擺明是騙子 但是有些人真的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人就說 不是 是子女而已 這些論述 其實我不覺得是錯了 因為都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 就不是很貼近事實 其實就是 SKYSKY說 老實說 何白斤和何馬 都不會命長 是啊 很快就拿光拿鏡 其實 現實就是 所以 VR2ZGD 就是何太太這麼大吃 渣都沒有 哈哈 所以有些人都不知道 其實 其實 Fred & Wall 他就說 何馬這輩子都不會拿到450萬 是一定拿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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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本身整件事 已經安排了 那450萬 是可以被女兒拿走的 慢慢拿走的 雖然Ms Lee 她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 錢是怎樣 那個部分 那個問題 那 我的看法 就是 怎麼安排 不知道 但實際的安排 就是女兒可以拿走所有的錢 只是這一點 你已經知道 這一點就是 這一點是一早安排的 其實就是 Ms Lee 說 何家之前 有一間居屋 後來賣了 和子女出生後 都會有給多少家用的 Sky Sky 說 明明看到貪錢怪的行為 何虎說 沒有錢進何伯袋 那騙什麼 其實何伯那裡 他沒有錢 下去 那宅如宇就說 何伯 洗腳不抹腳 怎麼會有錢呢 其實也是 還有 其實何太太一定拿不到錢 那女兒拿走了 其實是 那 Viu Lee 說 何伯應該是 一些扮勁 衝大頭鬼的人 所以 本身應該是 洗腳不抹腳的人 我的看法也是這樣 那 Bifat Khan 他就說 那問一下 何伯有沒有帶 河馬去拜一下 亡妻 應該沒有的 我猜就沒有了 那 Sky Sky 說 換轉 他的子女 你也會 不會 有些人就說 不會 就是會 尊重他老爸的決定 喜歡跟那個人一起就一起 但我也說回 一家不知一家事 其實那些錢是怎麼來的 那四百五十萬是怎麼來的 就會影響到大家做事的決定 一定會的 是不是 那 這些SYT 他就說 如果不是一隻河馬 那麼昂X 想用慌張西望的輿論壓力 去逼子女 交花四百五十萬出來 就不會搞到現在要倒貼 其實他是不是倒貼了 他是沒有辦法才會這樣做 我認為是 那 滴丁就說 女兒的錢的問題 有可能是前妻安排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是前妻這樣安排 其實前妻就很了解可白 就知道他 有錢就生恨了 一定會搞到錢沒有了 那SUNNL就說 何馬想著短炒就變成長渣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是這麼想的 一開始的時候可以說 因為你看到他沒有錢下手 他還要說 何伯送了很多東西給何太 那證明是他的真愛 那問題就是 真愛是雙方的 不是一邊證明說 我送了禮給你就是真愛 你要另外一個方向 你不可以證明我身體交給何伯 何伯的身體交給我 那就是真愛 不是這樣 你要看看何太其實有沒有什麼付出 其實你看到現在 他越搞直播 大家越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何太根本也不太理會何伯的死活 其實就是這樣 那 這個李智清DACD 他就說 我覺得子女不會是壞人的 如果是 早就拿了爸爸的錢 怎麼會等到何馬出現 去銀行提取 100萬的時候 才為了保護家產 而提走450萬呢? 所以他的子女完全沒有想著掠奪他父親的錢 那些錢是給他父親每個月吃飾做生活費 本來他父親生活得很好 誰知道 被何馬不知下了什麼 整個人就沒有理性 那些錢就說 何馬想要100萬呢 就是導火線來的 那樣 Line King 88 何馬太急進了 其實我一開始都說了 他一開始的時候太大咬了 是吧 一開始的時候太大咬了 是吧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現在 何太他的情況 他一定會搞直播 他一定會搞的 那 有些人說 我不想聽這些節目 那其實我 一天做節目 可能我都是講半個小時 何太 何八和何太 我不會講超過半個小時 現在過了三分鐘 都是半個小時左右 我不會全部都講了 何八和何太 因為這些其實嚴格來說 我都認為沒有什麼公共性 不過呢 為什麼我會講 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就是因為 有些內地人就認為 他們就是 這個何太就是被人歧視的 其實我告訴你 不是這麼簡單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Sylvia Leung就說 何馬打算拿著450萬 就飛了何白 所以就不加何白的名字 去公屋 反正可能很快就會離婚 那我不知道 那 證賺討論員說 我不覺得那些子女衰 那應該也是的 那 Elsa Luke就說 又一起去扮亡妻 新何太說戲 還扮哭 但是沒有眼淚 說你們看得很仔細 不過不要緊 說到這裡就算了 因為我其實真的 不是很想講這些講太久的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明天是 明天是神網第一線 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